那么偶尔呢,我会在后台私信当中呢,看到一些观众老爷啊,让我出一些比较适合新人上手赚点小钱的项目啊,简单点来说呢,这类的项目啊,一直都有啊,但赚的这点钱呢,真的不多,而且还费时费力啊,所以我一般都不做推荐啊,因为呢,时间成本的话也是一个成本,对不对? 有这点时间呢,我建议大家做一些有积累性的项目啊,利用滚雪球的方式啊,把一个精心庄严的项目呢,慢慢给它做大,短期内没赚钱都没事啊,但主要剩在一个长期稳定啊,可以持续收益,不用担心一个项目挂掉,然后还要继续线路找下一个项目的实情况当中啊,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项目呢, 可以说是属于一个老项目的啊,在我朋友圈里面呢,还有卖教程的啊,收费几十到几百不等,那么今天我就免费分享给大家,不嫌弃小钱的呢,可以接着继续往下看啊,如果连这点小钱你都不愿意赚的话,那么这个视频你可以在这里给它关掉了啊, 这个项目呢,就是问卷调查啊,那么先来看一下,问卷调查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,那么一般的问卷调查呢,是指国内外问卷调查, 国内外一些机构呢,或者商家,为了复取大量的数据,它会围绕自己的产品,或者服务呢,开展一些问卷调查,每收到一份调查呢,就会给予被调查者一份奖励啊,或者现金,或者说其他礼品, 而我们要做的呢,就是去回答这些问卷调查,来赚取佣金,简而言之呢,就是依靠 纯粹的信息差,并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啊,就看大家 有没有这个心,想去装研这一块啊,那么来看一下这些,问卷调查的平台啊,国内外都有啊, 呃,大家可以看一下,然后呢,我也把这些,呃,平台呢,换到评论区,每天呢,都花一点时间,研究一下, 然后操作一下,用金差不多,也到手了啊,然后我这边呢,也是去注册了一个平台啊,确实呢,每刀挺好赚的啊,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啊,高低不等啊,但无一例外,全是每刀,那么有什么,还能比这个更轻松呢,如果有的话,大家可以,后台私信我一下啊, 然后呢,费率呢,这一块是多少呢,大家可以打开百度,自行查看一下,我们可以搜索一下费率工具哦, 哦,不对,叫费率放算,呃,大家可以看一下,呃,这边, 对它的费率啊,进行一个转换啊, 比如说,6.42美元,对吧,我们可以看一下,6.42,放算成美元,哦,放算成人民币的话,它是多少钱,啊,相当于这一个任务呢,就是,呃,一单,就是有41块钱的用金, 但是呢,到了这块地方的话,肯定也会有一些观众老爷就会说哦,啊,我不懂英文,然后也看不懂,要怎么填写呢,这个的话,也不必担忧,啊,我这边给大家,推荐一个浏览器的插件啊,大家直接在浏览器,装上这个插件就行, 那么这边呢,用360浏览器,作为一个演示啊,呃,点开这边的扩展管理哦, 然后呢,可以点击进行添加, 然后我这边呢,今天网路不好啊,然后这边点不开啊,所以就点开这边啊,呃,安装一下这个叫采银小翼的网页翻译的插件啊,啊,安装好就可以了啊,安装好之后,它会在插件这一边呢,啊,显示出来,如果没有的话,啊,再点击管理这边, 对它进行一个启用啊,呃,当前网页全是英文啊,那么点击这边的翻译插件,就可以对该网页进行一个翻译的调整啊,这只是我提供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啊,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啊,因为习惯问题呢,怎么方便,怎么来,另外呢,再讲一下,需要注意的东西啊, 按理来说呢,调查问件,你填写的资料越多呢,越能显示你的生活工作等更稳定,所以呢,填写这种资料什么的啊,尽可能的给它写钱一点啊,但是呢,能真实的情况下,全部填写真实的啊,没有什么好避费的啊, 这样呢,你能做的问件,也就越多,每天有一定的量,做完了当天的,第二天继续做就好了啊,呃,还有,最后一个问题啊,这么多的网站呢,怎么选呢,我这边给大家推荐两个啊, 这两个佣金都算比较高的啊,首先呢,是国外这一个啊,然后呢,国内的是集市网,个人认为呢,这是一个比聊天赚钱更简单的服务啊,利用空闲的时间呢,动动小手,赚点零花钱,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啊,如果大家呢,想多赚一点的话,可以同时做多个平台, 放大操作啊,朋友圈里面在做这个项目的呢,低到几十块钱,高到一天,大几百的都有啊,赚多少,就全看自己的执行力啊,蚊子在小呢,但他也是弱,请不要服侍任何一个小项目啊。